《终末的女武神》是一部充满刺激和动作的系列作品 探索了人类力量和耐力的极限 通过角色的斗争 我们看到人类的决心 勇气和求生的力量的强大 无论你是动漫 神话还是史诗战斗的粉丝 《终末的女武神》都是一部必看的系列作品 能让你紧张刺激坐立难安 在故事中 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比赛的结果 人类必须赢得13场比赛中的机场 以确保他们的生存 随着每一场战斗紧张气氛达到了高潮 人类面对各种对手 从希腊神如宙斯和菠菜盾 到印度教的神如师婆等等 每一场战斗都是独特的 人类必须适应对手的优势和劣势 人类能否奇迹般地拯救他们的种族 免于灭亡 还是神过于强大而无法羁绊 吕布对雷神托尔的表现 为整个比赛的气氛定下了基点 同时神明也不容小觑人类 尽管面对的对手基本上是神之身 白人很难伤害到神明 但人类决心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战 那么今天我将解说 人类的第一位的代表中华最强吕布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吕布烈火般的战斗精神 和无法满足的战斗的渴望 他为战斗而生 即使面对最强大的对手 也勇敢无畏 不屈不挠 即便面临死亡的吕布 依然不动摇不畏受伤或死亡 他的声明早已传开 许多战士听到他的名字就会站立 吕布被布伦希尔德描述为 最坏最野蛮的战士 但他还是有荣耀性 这一点就是和托尔相似 吕布是一个不读书画的人 喜欢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但当他开口时 他的话语充满着坚定和目的 具有能够撼动大山的力量和分量 他从不浪费时间 在琐碎的话题或闲聊上 而是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吕布不受金钱和物质财富的影响 当董卓的部下向他提供一大笔财富时 吕布没想那么多就拒绝 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财富在战场上 只有在那里 他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勇气的战士 吕布成为最强者的旅程并非一事 他面对着无数挑战和障碍 但他的火热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让他不断前行 随着每一次胜利 他的自信心也在增长 更加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终极目标 小时候的某个时候 吕布亲眼目睹了闪电劈开一棵大树的情景 看到这一幕他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想法 让他相信天上一定有某种可怕的力量 当他穿越欧亚大陆广阔而多样的风景时 吕布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人民 他从每一次相遇中学习磨练自己的技能 挑战任何比他强大的事物 歼秘一切反对者 随着吕布在天下最强的名声日益增长 他的军队也日渐壮大 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人们纷纷涌向他的旗下 被他无可抵挡的力量和毫不动摇的决心所吸引 他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被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所敬畏和尊重 他传奇般的力量很快传遍了三国 最终传遍了整个中国 然而即使是他取得了许多胜利 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 吕布从未失去对力量自我提升的渴望 他一直在寻找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方法 不断将自己推向新高度 他渴望创造出一个最终的必杀 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他的力量和技巧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 吕布不知疲倦地努力完善自己的技能 他研究了己的每一个方面 探索了他的优势和劣势 并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磨练到了非凡的境界 在追求完美最终招式的过程中 打碎了无数的武器 直到达成目标之前从未休息过 终于有一天他成功了 他创造了天餐 一个如此强大的击打 可以把天空分裂成两半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的景象 在他创造了天餐后 吕布心中悲痛万分 他知道世上没有人能抗得过他的天餐 三十年苦苦寻觅对手吴国 吕布陷入了绝望 与曹操激战后 吕布被俘虏 在行刑期间他打发钱 无聊到掉眼泪并要求继续执行 吕布死后 赤兔马和吕布布下跟随他入室 来到天界后 女武神布伦希尔德 希望他能和雷神托尔对战 我们先来说说吕布的能力 他凭什么可以挑战神明 吕布被认为是中华最强大的英雄 就连关羽 董卓等中华传奇人物也承认他的应用 关羽也曾说过 仅凭吕布的原始力量 就足以让他成为公认的三国最强者 吕布拥有近乎绝对的肉身力量 尽管他只是一个人类 但他可以正面对抗雷神之锤 他最强的一击被称为天餐 甚至能将云层分开数英里 吕布展现出惊人的速度和反应能力 在比赛中 吕布能够躲避和挡住雷神的大部分攻击 尽管雷神曾经足够快地杀死多个军人 在过程中 军人都完全没有察觉到雷神的攻击 而且吕布可以跟上赤兔马的速度 赤兔马的速度足以创造英镑 吕布也限了足够的耐久度 能够轻松承受雷神最强技能之一的 雷神之水的力度 甚至还能进行反击 之后他在与雷神觉醒的雷神之锤 发生了正面冲突 托尔曾经用这一招毁灭耶加梦德 耶加梦德的身体足以大到围绕整个地球 然而吕布在承受雷神这一招时 他的手臂承受着攻击 但脚却破碎 但他也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疼痛迹象 甚至设法继续与托尔战斗 后来吕布身负重伤 右臂残缺 左臂被撕裂 却没有丝毫退缩 反而笑着迎难而上 在这个宇宙中的雷神和漫威不同 他的锤子大约有一辆半挂卡车那么大 而这个雷神可以像漫威电影中一样 可以优雅地摇晃雷神之锤 但这个版本的雷神之锤还可以觉醒 一旦觉醒的时候 实力就会再次地提升 在吕布对这场战斗表达了他无比的快乐 他认为没有比与神明战斗更好的事情 吕布的女武神的特殊能力 是可以打破任何的盾牌 雷神之锤是连大地也能击碎的最强神器 但是因为强大的力量和灼热的温度 也会令使用者灰飞烟灭 所以托尔需要使用亚恩格力佩尔来保护自己 铁手套换句话就是天界最强的防具 吕布凭着神器炼成 他使用方天化戟摧毁了托尔的手套 紧接着托尔扔掉他的左手手套 然后一只手抓住觉醒雷神之锤 托尔也认同吕布的实力 还说出他的名字 叫他接下来可别死了 托尔接着将他的锤子猛力投向吕布 虽然吕布躲开了但那锤子回到托尔身边 然后托尔攻击吕布 吕布成功地阻挡了攻击 但这招攻击的沉重冲击打断了他的双腿 吕布勉励保持战力 但最终跪倒在地 就在托尔准备结束吕布时 赤兔马突然出现救了他 赤兔马舔了舔吕布伤口 还鼓励他骑上 吕布站起来并断裂的双腿站住 吕布骑上赤兔马 要求马把生命托付给他 现在赤兔马和吕布合二为一 吕布冲向托尔 他抓住武器天方化剂 准备使用他最强的招式天餐 这一击强大到足以劈开天空 激动的托尔再次投掷他的锤子 使出他最强的一击 两位战士本能地意识到 这将是他们一生中发出的最强大的打击 两个攻击相互碰撞 引起了一场爆炸 当尘土落定后 吕布的方天化剂被炸成碎片 吕布失去了左臂 右腿右臂则悬在肩膀上 吕布咬断了他现在无用的右臂 然后将他扔掉 他感到满意并满足 因为他已经尽力而为 最后让赤兔马冲向了索尔 他脸上带着宽大的笑容 感受到了自从他还是个孩子以来 没有过的沉浸喜悦 索尔最后露出一个微笑 以示尊重 然后用他的锤子摧毁了吕布的头 结束了吕布的信念 吕布可以说是中华最强的人 他拥有最强的一击可以劈克天空 然而不幸的是 即使是拥有这招 也不足以阻止托尔 即便有吕布的信任战马在身边 他还是无法战胜雷神 虽然他战败给了雷神 但我还是觉得他很强大 甚至还可以和雷神对战一段时间 如果托尔只是普通的人类的话 我想吕布可能会获胜 托尔会赢 那是因为他拥有神明的优势 虽然吕布未能将雷神 从比赛中淘汰 但他展示了足够的力量将雷神推向极限 他展现出真正的男人气势 你们对于吕布这一战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对战其他神明 比如波仔东 他有机会获胜吗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 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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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